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州長紐森宣布計劃為350萬兒童施打疫苗 洛杉磯市長加西提確診 在蘇格蘭隔離還沒有返回美國 舊金山灣區房租上月出現微幅下跌 洛杉磯巨松突然倒下砸中30輛車一人受傷 首先我們來關注 在美國疾控中心正式建議 為5到11歲兒童施打疫苗之後 加州州長紐森立即在週三發布新聞稿 要為加州350萬兒童接種中共病毒疫苗 來看報導 加州州長紐森於週三 正式宣布了對5至11歲兒童 接種中共病毒疫苗的新計劃 根據報導 新的疫苗計劃將為這一年齡段的兒童 分配120萬劑專門配置的疫苗 並在全州範圍內設置4000個疫苗接種點 而劑量是正常劑量的三分之一 紐森稱 目前加州已經接種了5400萬劑疫苗 有87%符合條件的人口 至少接種了1劑疫苗 而在紐森宣布為5至11歲兒童 接種疫苗的當天 已經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 洛杉磯市長加西提 被檢測為中共病毒陽性確診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報導 再來看到 洛杉磯市長加西提在週三 發布推文 表示自己的中共病毒檢測結果 呈現陽性來了解 週三 洛杉磯市長加西提在推特上發布聲明 證實自己的中共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 推文指出 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加西提 目前身體狀態良好 正在酒店隔離 事實上 週三當天 加西提正在蘇格蘭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 而在過去幾天裡 他曾經跟雅典 鳳凰城 巴黎等12位國際城市的市長一起共識 報導顯示 加西提在會議全程都持續進行自我檢測 而檢測結果都顯示陰性 不過在週二當天 為了順利返回美國 他在PCR檢測後 在週三收到了確診的檢測結果 消息指出 加西提早在今年1月21日就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但目前尚不清楚第二劑疫苗的接種時間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報導 再來看到近日 一份最新的報告顯示 北加州舊金山和周邊灣區的房租 在上個月出現小幅下跌 來了解 賈州舊金山的生活成本是全美最高的城市之一 根據公寓租賃網站11月1日發布的租金報告 舊金山在過去一個月內 租金價格下降了1%以上 目前舊金山一市公寓的租金中位數為2395美元 兩市公寓的中位數則為2771美元 灣區租金最貴的聖馬雕線 兩市公寓的租金中位數為3111美元 然而上個月的租金也下降了1.6% 是灣區降幅最大的一個地區 而在舊金山市區租金最便宜的列治文 兩市公寓租金中位數為1774美元 上個月租金價格下降了0.1% 但在過去一年內上漲了8.9% 公寓租賃網站發現 全美租金持續在上漲 但本月增長明顯放緩 平均上漲0.8% 不到上個月漲幅的一半 是自今年2月以來的最小漲幅 報告預估 本月的租金放緩 可能會使舊金山灣區的租金價格 在短期內低於疫情前的水平 新唐人洛杉磯 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週三晚上 洛杉磯一個劇場外的一棵巨型松樹 突然倒向停車場 砸中了大約30輛車 並導致一名女子受傷 網上一段視頻顯示 在洛杉磯的一個音樂會的場地外 一棵參天大樹突然傾倒 將30輛汽車壓在樹下 一位目擊者將視頻傳到網上 幾乎自己逃過一劫 他在推文中說 很慶幸今晚還活著 一棵超過50英寸高的大樹 倒在我的車旁 而我當時正在車內 這是我這輩子 頭一次遇到的事情 我眼睁睁地看著它倒下 還聽到了所有樹根的斷裂聲 根據洛杉磯消防局稱 這棵巨樹在洛杉磯 希臘劇院的停車場倒下 砸中了大約30輛車 幸好這些車輛中當時沒有人 一名35歲的婦女腿部受傷 已經被送醫 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消防局表示 這棵樹高達40至50英尺 但是據公園的一名樹液師稱 這棵倒下的松樹 左右90英尺高 再來看到週四 拜登政府正式宣布 有分析認為 這是聯邦政府試圖拿走更多 州政府全力的又一個嘗試 11月4日 拜登政府正式宣布 要求百人及百人以上 員工的企業 必須確保其雇員 在2022年1月4日前 接種兩劑疫苗 否則就必須每個星期 進行檢測 並且在辦公室必須戴頭照 勞工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負責規則制定並落實 這項政策 將影響全美8400萬名雇員 還有兩個星期就是感恩節 全美零售聯合會隨即發聲明表示 這是在關鍵的假日購物季 對零售商施加的繁重新規 全美零售聯合會 要求拜登政府對此項政策 公開徵詢意見 並確保此舉不會對經濟造成不必要的干擾 不會加劇已經存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印第安那州 密蘇里州和亞利桑那州 則隨即宣布 將針對此項政策起訴拜登政府 印第安那州州長霍爾科姆在聲明中表示 聯邦政府的這種做法已經超越其職能 並會給供應鏈和勞動力帶來傷害 此前阿拉巴馬州 德州和佛州州長 已經採取行動 禁止拜登政府強制疫苗令在該州實施 與此同時 國會共和黨人也在行動 抵制拜登政府將強制疫苗令 擴大到私營企業 聯邦參議院就業和工作場所安全小組委員會 首席共和黨人參議員布勞恩 與其他40名共和黨同事宣布 將依據國會審查法啟動正式程序 來取消拜登政府針對私營企業的強制疫苗令 國會眾議員凱勒 也正在眾議院推進同樣的行動 他在推文中說 我們必須廢除這種專制統治 勞動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會派人進駐企業檢查 如果雇主違規 單次罰金將近14000美元 如果企業被判定為是故意違規 則單比最高罰金可以達到136532美元 稍後帶您看到 加州人權團體呼籲停播冬奧會 防止中共外宣滲透 歡迎回來週三 加州12個團體組成人權聯盟 對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呼籲停止轉播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 並在當天稍晚聚集在洛杉磯中領館前 抗議中共對外輸出大外宣來了解 由加州的藏人 港人與台灣人組成的12個團體 於週三 十一月三日 將聯名公開信遞交給NBC環球集團 要求停止轉播北京冬奧會 稍晚他們來到洛杉磯中領館 舉著沒有人權就沒有北京奧運等標語 反對中共侵犯普世人權價值 灣區西藏之友主席瓦薩洛呼籲所有媒體 停止為中共暴政做宣傳 馬薩洛提到近日NBA球員坎特 因為公開支持西藏 隊伍賽事在中國被停播 顯示中共對體育賽事的蔑視 為了制止中共藉由大外宣與經濟滲透 影響美國社會輿論 海外藏人目前也不斷遊說各大報紙 停止助手為虐 與會者認為NBC轉播北京冬奧 中共對少數民族 中國異見人士 和信仰團體的鎮壓政策合法化 我們相信奧運賽賽事是被褶子 而是NBC很震動的 因為他們帶來中國政府 對中國的民主黨和民主黨 因為中國的民主黨 會有很多震動 因此集會人士紛紛呼籲 世界各國應警惕中共宣傳與滲透 抵制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 新唐人記者郭耶錫 徐修惠 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早會 我們下期見 對中國的民主黨和民主黨